各位各位,今天是4月22日星期五的中午 和大家回顧一下 港股在上午時,跌超過200點 去到21,390點左右的邊緣 留意上乘指數 其實也是跌18點去到2935點 恆生指數其實目前 都不是非常轉弱的跡象 在21,500點至21,450點左右的區域 其實都已經橫行好幾天 差不多都三天了 這樣的情況,我預期依然市況比較震盪 內地還未曾站穩3,000點 這個要注意,可能回顧港股方面 尤其是H貨和內銀、內險方面的表現 不過,港股我暫時看到 都依然未有明顯的一個轉弱的跡象 大家留意下個星期停跌的時候 可能都會有機會站穩震盪 向上看回21,800的位置 但是,好視乎上乘指數下 會不會再有進一步的下跌 以至到失手2,900的話 可能恒生指數都只能夠守在21,500點左右 這些位置做期間 特別要留意中國股市對於港股市